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进入就得换衣服戴口罩全身消毒 富士山的水经过过滤之后呢 直接装进桶子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完成了真空的包装 在这个自动化的生产线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开始看见有工作人员出现 这个工作人员他用肉眼来检查 每一个桶子里头是不是有杂质 而且简单做型之后 再经过另外两个人检查三个关卡之后 就可以正式的装箱宅配到家 一桶12公升的水 两两一堵被装箱打包 走的不是零售市场 而是宅配到股 雷射打印出场日期 再贴上身份证明 还算完成 富士山的地下水卖丰沛 光是在山林县境内 就有大大小小20到30口井 打着富士山泉水名号的品牌 少说超过100个 日本の市場では 震災の前であったりしても 大体年に20%は成長していた市場であったりします これが40%から50%に 震災後では一気に上が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が 今のところ市場のデータとして出ております 来自日本研究 矿泉水市场 从2004年的1700亿日元 来到2010年的2200亿日元 至于宅配水 2004年只有120亿日元 7年内成长5倍 来到600亿日元 特别是在311地震之后 成长更明显 住在东京的律师山本先生 不敢奢侈自来水 以前家里装净水器除水 现在习惯改变了 山本家四口人計算 平均每个月自来水费5000日元 宅配水13000日元 水的支出算拼高 但整看了全消费趋势 日本包装水消费形态 和台湾回笑 以2012年最新統計 冻泉水大约占了80% 宅配水20% 一年商机上海3000亿日元 现在更有宅配水业者 打算复制日本经验 进军台湾市场 这是三一之后的首例 对于饮用水的要求 人々不同 尽管有环保人士呼吁 少用包装水 才能守抬救地球 但以市场发展来看 包装水依旧在生活中 占有一席之地 你可能会想说 矿泉水你可能是一般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会去买的包装水 则是叫回家里头来使用 但是其实在喝水当中 它有很大的学问 特别是水 其实分成软水跟硬水 可能很多人都还搞不清楚 其实一般来说 硬水如果你喝了 可能会预防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软水则是比较适合 拿来做料理 在这一次到富士山的 采访经验当中 我们也发现到 有很多的店家 特别就把店 开在水井的旁边 为的就是取水容易 而据说 用山泉水所做出来的料理 口味都是相当的甜美可口 也因此客人络绎不绝 甚至店家就算成本要拉高了 他们也都觉得没有关系 呼楼面师傅用力赶着面团 每三两下就搞定 切成一条一条 宽0.5公分的面条 看似简单平凡 背后却有一项秘密武器 提到关键却又卖关子 其实它的秘密武器 就是水 在富士山的山路 有很多像我背后这个水井 这个水井的水呢 都是富士山的天然水 从地底涌现出来的 很多人都会瞄准的井边 来开店 换句话说 就是井在 店在 从轴面团 煮面到冷却面条 用的都是山泉水 最早是学发饰料理的 北景先生 做手工乌龙面16年了 每天只营业4小时 最高一天 卖出上百份 白的发亮的乌龙面 有嚼劲 弹牙 不黏糊 店家把功劳 归于山泉水的加持 这样的料理 在大都市也品尝得到 在东京很热闹的营作区 寿司师傅翘手翻转 一个个让人垂涎三尺的 Nigili上桌 油脂均匀 颜色饱满 味蕾和视觉 同时获得满足 有23年经验的师傅是北海道人 多数食材是每天清晨 从故乡空运而来 料理用的水来自富石山 成本比其他店家高至少百分之二十 不过银座区超过三百家 寿司店的竞争 他还撑得下来 就知道品质能带来稳定客源 而在这里吃一餐 要一万五千之元 你或许会好奇 水从哪里来 对料理好不好吃 有这么大影响吗 让专家告诉你 日本人讲说软水是以血水 泉水来煮的饭 因为它本身含那个 那个煤跟钙的含量 其实是少的 所以它煮出来的 煮出来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 硬水也是可以喝 那软水也是可以喝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喝什么 反正多喝水就是对的 富石山的水硬度25毫克 属于软水 能够带出食物的甜味 不死硬 适合用来煮饭熬高汤泡茶 更简单的说 软硬水各有优点 生活中搭配使用 你对健康最好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不禁思考一件事情 因为在富士山这个地方 它竟然能够早紧能够来取水 不管是店家使用 还是包装水的厂商来使用 你可能会想开发带来的 就是环境的污染或破坏 甚至富士山的山吊泡 这个地方还发展了 包括了像是国家公园 还有温泉区等等的 但是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到 怎么到处都很干净 原来是当地的人 他们在落实一个 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就是说 如果你们全家人 出去旅游的话 一定会把垃圾带回家 不会留在现场 甚至厂商也告诉我说 在富士山高度 1000公尺以上的区域 都是禁止开发的 为的就是要让环境 保持它原本的面貌 当然为的就是永续经营 远远眺望富士山 它不仅是日本的象征 也孕育了许多生机与商机 每年一百万游客 造访的人野八海 八个池子清澈见底 体型硕大的鱼儿游过 水草轻微摆动 所有细节 都能从岸上一览不遗 商家打出民水为号召 做生意 告诉游客 这水来自富士山 标榜清凉纯净 这就是富士山珍贵的资产之一 丰沛的地下水脉 富士山高3376公尺 降雨降雪 经过玄武岩层过滤 进入地表 某些水脉涌出地表 成了池子 也带来观光商机 缆车缓缓上升 映入眼帘的 是富士五幅之一的河口湖 这里是火箱活动后天然形成 如果天气够好 还能够把富士山收入眼底 出外旅游当中 我发生一些垃圾 在日本现在就变成一个 很好的运动 就是把所有垃圾都带回家 有带回家再处理 减少一些处理这些垃圾的一些城市和成本 呼吁就有效用吗 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一会儿 再换个角度看 十六年前富士山下挖出温泉 距离地表一千五百公尺 全职含有丰富矿物质 能减缓筋肉痛 关节痛 还慢性皮肤病 温泉山泉都吸引旅人来访 但有人的地方能把污染捡到最低吗 和口湖的水透得难以想象 远处飘过的白云像是照镜子般 在湖水上相应程序 很美也很干净 原来这是日本人重视的环境永续经营 经过和可 富士山能开发温泉 也可以早紧取水 但仅限于海拔一千公尺以下 网上所有开发全部禁止 连垃圾桶都找不到 让自然环境有喘息空间 丰沛的水资源是富士山给日本的恩宠之一 在取用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才能确保永续不匮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